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目前我們所佔著高空的這邊這個場地 是我們以前的工兵營 這個園區原則上其實是三個營區 三個軍部隊的營區 然後我們去把它整合 這個起源其實就是我們現任縣長 還是我們觀光處處長的時候 那因為那時候就是要活化一個金門的觀光 所以呢他就去各地參訪 然後去參訪到一個類似這種探索教育的一個活動 然後因為他們的這些活動的部分又蠻符合軍事的味道 主要呢就是讓遊客來不光是只有玩而已 那也是在這個活動當中有些突破 像我們的高梯空體驗的部分 它主要大概就是部隊的一個心戰訓練 因為我們的高空部分 它主要是有一些高度 它有一些挑戰性 所以在這個部分是人體會比較恐懼 害怕的一個高度 所以在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就 在部隊有一個叫做合理冒險訓練 那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我們做一些可能突破個人極限的一些挑戰 我們希望帶給客人的是不光是這個遊戲過程而已 而是希望說它在這個高空的舒適圈的這個以外 去完成它的這些關卡的時候 它下來是有一個成就感的 而不是說好像下來好像是玩一個遊戲 它自己就哈哈的就沒了 對它是要把一個成就感帶回家的 以至於它在可能在工作上面對一些挑戰的時候 它可以回憶到高空的它是怎麼突破的 我覺得在金門這邊這塊土地上 有一個精神我覺得是可以去學習 就是金門人他們會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就是 會去完成一些任務 它那個精神不太一樣 它不是說好像遇到困難就退後 而是它在這個當中它可以一直往前 我覺得在金門這邊是我看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高空的部分 是要滿15歲才能玩 那時候有一個遊客是剛滿15歲的小女孩 那它呢也是比較嬌小一點 但是呢雖然很害怕 但是它每一關 你就感覺它是咬著牙去完成的 然後到最後我們這邊有一個活動叫做高空擊球 那當它站上去這個擊球的木樁的時候 其實身高跟那個球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那它在上面待了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等的差不多了 它準備好了全力一跳 唯一一個我們大概差不多150幾公分的 就是目前只有它碰到球拍到球 以這邊來講當然我們這邊發展觀光 因為金門的早期因為戰役的背景的關係 那大部分因為都是偏比較靜態的 那我們這邊是比較有結合一些軍事訓練的部分 可以提供一些動態的體驗 那當然就希望說如果你來到金門 走訪金門戰地風光之外 也可以來實際走一趟 體驗一些動態的一些軍事體驗 這應該也是一個蠻難得的一個經驗 一至五六六五星之外 這次的就是連鋒冷的 電動 右臉 邊角落車 裡邊角落車 裡邊角落車 這邊角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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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